哈喽 大家好 我是韩人呆在网络我们说 今天是各家奶茶店王牌产品 首领战 哇 总有一些品牌 它有自己的王牌当家花旦 但是其实当一个产品出现的时候 其他品牌会纷纷跟进 我们要测评一下到底是不是它的最好喝 看有没有把它的王牌给守住 第一期我们会选三个产品 深夜拿铁 羊枝甘露 多肉葡萄 都是大爆款 我们会采用盲选的形式 看看哪一杯更好喝 留意点我们视频稍微有点吵 可以把你来稍微调低一点哦 第一杯参战的选手是 深夜拿铁 深夜拿铁谁家最强 口口 判例 瑞系 据说去年卖了一亿杯 其他家也纷纷跟进 今天参赛的选手有 瑞系 大宫人 奈雪 上刀剑 你怎么我怎么听到逃半碗的声音 因为咖啡都比较矮啊 所以我们来点个链子 大家可以先刷一个弹幕 你心目当中最好喝的 深夜拿铁是哪一家的呢 其实我没有喝过其他家的深夜拿铁 真是的 不 我喝过猛猪家的 在你心目当中喝 绝了 想拿 没错 我现在先来盲猜一下 我猜哪一杯是瑞系 我这么闻啊 忘闻问铁先闻吧 闻不出来的 这是瑞系 第一杯 比较甜 他们两个的椰浆不一样 我们点的都是标准甜 这个最难喝 最难喝 最难喝 它最难喝 可排除它非常难喝的椰浆 椰浆里是对了水的 是不浓郁的 然后那个咖啡也很色很酸 很不好喝 该不会它是瑞幸吧 应该不是吧 我确定了它是瑞幸 第二个你再介绍一下吧 第二个偏甜 你觉得哪杯最好喝呢 这杯 那你觉得它是瑞幸吗 不难笑 它有点奶甜奶甜夫夫的 但是它的那个椰浆呢 又是稠稠很厚实的 先把最难喝的揭开吧 这杯如果是瑞幸 我先来当场 做原地福地提升 抓100个负责好不好 321 谢谢 恭喜你耐血 这杯真的好难喝 我试一下 它不可能是深夜拉铁的味道 因为它没有深夜的感觉 辣魔术把觉得最好喝的打开 不是瑞幸吗 这场战争瑞幸会获胜吗 你希望它是瑞幸吗 我觉得它不是瑞幸 我跟你普通喝的味道不一样是吧 对对对对 321 大狗人咖啡 你看我第一下餐厅了吧 你喝它好好喝 它就像是我做的一样 大狗人做的 好绵密哦 对 它里面怎么能这么醇厚啊 这杯该不会不是瑞幸吧 我一喝我就知道它是瑞幸 口味排序 1 2 3 我们来公布一下价格 耐血多少钱 22 不打折 瑞幸 谁买啊 但是加券呢 我们买到手是19块多 圣剑变香了 打工人呢 打工人18块钱 到手是19块钱 这么贵啊 它不是打工人吗 太小了 深夜拿铁同工吗 妈呀 口感上我真的觉得是这个最好喝 但是如果综合考量的话 还是会选瑞幸 新价比之王 如果你是用19块钱 买到一杯深夜拿铁的话 我推荐瑞幸 嘿嘿嘿嘿 这一战综合考量下来 我个人认为 瑞幸手累成功 耶 第二位接受挑战的选手是 羊枝甘露 大家先刷一个蛋 你心目当中最好喝的羊枝甘露 是谁加的呢 我技比较深的是 默契跟七分甜的 对 但是真正把羊枝甘露打爆的 我个人搜集到的资料是七分甜 在网上有无数的博主说 七分甜的羊枝甘露 YYDS 但是今天还有人要去挑战它的地位 今天工类的参赛选手是 默契护上阿姨 看看谁谁穿多 这三杯我都挨惨了 就差一个古名了 其实喜茶的羊枝甘露也好喝 是的 有一杯很矮吗 我已经听到那个炒饭碗的声音了 那一杯我立马要给差评 你还没开始呢 万一好喝到爆呢 大家先刷一个弹幕 你猜猜看 在我心目当中最好喝的羊枝甘露 会是哪一家的呢 不好说 对 这还真不好说 这三家都很强 这三家常常是我们奶茶评测里面的红包 我来尝尝看 先从这边开始 怎么样 非常好喝 芒果巨多 颗粒巨多 还有椰奶 好喝 好喝 第二杯呢 不同羊枝甘露不同的风采 它是羊枝甘露冰淇淋 它是冰沙的口感 里面的奶酱太足了吧 再喝第三杯 它里面有西柚 西柚味很足 三杯三个风采 我的妈呀 这杯最像羊枝甘露 羊枝甘露本尊 冰雪版羊枝甘露 西柚和羊枝甘露的儿子 你最喜欢喝哪一杯呢 我在这两杯里面比较有纠结 口感上我最终的选择是 是 它真的就是我心目当中好喝的羊枝甘露 所有它都有 这杯也不错 但就是很网红 这杯应该不会是西芬甜吧 应该不是吧 我现在看看我口味排名第三的羊枝甘露是 321 直接公布你最喜欢的吧 321 会是西芬甜吗 你们都知道 是我不知道 我西芬甜 牛啊 真的很不一样 三杯各有各的风采 口外排名 1.西芬甜 2.沪上阿姨 3.默契 现在我们点的是中杯 我们同样按照大杯的标准 我们来看一下价格 默契的大杯 21块钱 也是21 对 那我选护上阿姨 秦芬甜 大杯 23块钱 但这个价格也是从低到高牌耶 你来比较一下 但你想大杯跟中杯确实差了不少 如果这么选的话 我可能会选护上阿姨 因为便宜是吧 一方面便宜一方面很新鲜 告诉我你的答案 你心目当中这三杯里边谁最好喝 我更喜欢吃护上阿姨 综合考量下来 然后以及网红的程度 我可能会选护上阿姨 所以这次首位失败 啊 秦芬甜 不是你不够有酒精很好喝 便宜两块钱我就选你 被金钱打败了你知道吗 下一组参赛的选手是 多肉葡萄 多肉葡萄 起源于喜茶 欸对 今天宫类的选手有默契和错内 请选手们入场 好 这一轮我们采用双盲的形式 你不懂 我不懂 阿爸爸也不懂 我们来看看哪一杯更好喝 但说实话我能够一口喝出喜茶来 为什么呢 我喝太多了 像瑞幸一样 有一种心灵当中的感应 OK到时候这些话都是 我一杯没试试看 第一杯 它不是喜茶 为什么 因为它里面有葡萄豆 哦 喜茶里面是葡萄肉 第二杯 好喝吗 它很难喝 啊 它也是葡萄冻 喜茶 为什么 你喝到葡萄果肉 对 那你先觉得哪个最好喝吧 中间的不想试一下吗 真的不好 这个最好喝 哦 葡萄冻的 好喝 里面也穿插了一点点葡萄果肉 哦 就感觉就是今年葡萄产量不高 拿了些葡萄冻在凑合 你来喝喝看 好喝的啊 第二杯 糖水 对 第二杯怎么这么难喝啊 真的像糖水 who are you 这肯定不是喜茶 这不是我印象中的喜茶 对 第三杯 我喝了两大口 明显感觉得到 它的果肉比较多 我们先揭晓一下 我们俩都觉得最难喝的这一杯吧 对 你先把它踢出局 不要在这儿 大家可以先刷个弹幕 你们觉得哪一杯最难喝呢 喜茶 错内 默契 这三杯 先刷个弹幕吧 这么尖锐啊 我的妈呀 我们只针对这一款啊 他们这几个品牌都是有自己王牌产品的 第一杯打开喜茶 哈哈哈 三 二 一 掌掌 错了一小见尊 真的很难喝这一杯 这杯是什么东西啊 好假的葡萄啊 好难喝像喝极脂糖浆一样难喝 错内他们家最好喝的是那个什么 豆腐还是什么东西 对对对对对 反正这个看到它不好 接下来就两杯 你觉得哪一杯比较好喝 好难选哦 两个风格不太一样 对 它的问题是里面没有葡萄冻 它这里面是葡萄少 对 某说你觉得哪杯你最喜欢呢 哇啪 就是说实话虽然葡萄少一点 那个葡萄冻真的蛮好喝 哈哈 咚咚的 好好吃真的 如果是你呢 那我还是选择真正的葡萄 我选择第一杯 来我们换个喜管让嘉诚来喝 哈哈哈 三个人昨天选一个答案出来 嘉诚你来试一下盲选哦 第一杯 怎么样 还可以啊 这一杯来 你挑出一杯你最喜欢的 你觉得哪杯好喝 我喜欢这杯 还是他 他最好喝了 谢谢你 哈哈哈 哈哈哈 我们把喜管换回来 好总结一下 我们现在三人投票之后 我们觉得最好喝的是这一杯 看看它是哪一家的 大家猜一下它会是哪一家呢 3 2 1 咱咱 默契 默契 那这一杯是喜茶吗 是的 我们都快喝完了 这杯我们也喝太多了吧 口味排下去哈 默契 口味第一名 第二名喜茶 第三名错内 我们看一下价格 都是大杯 标准糖 错内多少钱 24块钱 喜茶 28块钱 默契 21块钱 十字名怪 最甜又好喝 不选你选谁 这一场多肉葡萄的战役 我宣布喜茶手泪失败 默契这个真的很好喝 当然喜茶这个也不难喝 只是它在价格上有点偏贵 在盲选的状况下 我们可能内心的天秤偏向了默契 但喜茶 果肉却是比较多人喜欢 吃多多的果肉的却是可以选喜茶了 但我们要说一句实话 就是喜茶里面是真实的葡萄果肉 特别多最多的 默契里面是葡萄果冻 然后再加上一点点那种葡萄的爆珠什么的 如果你不要建议的话 那你可能还是要选喜茶 毕竟一分价钱一分货 好 今天的王牌奶茶手泪战 第一战告喜 你不知道今天结果跟你心目当中的答案是不是一样呢 就两位选手举你手泪是吗 哈哈哈哈 说实话如果第一杯论口感的话 瑞幸也是 血 对 最近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 也可以点一杯尝一尝 比较一下 看看你心目当中榜单跟萌书是不是一样 如果一样的话一定要记得 发图文发视频 按宣传宣传萌书 看什么书不如看萌书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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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